嗨 大家好 我是NananQ 今年呢一直有朋友喬婉說想要看我的包包理由什麼 其實在去年就有拍過一支了 那現在又要再拍一支是因為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我的包包又變得更加輕量更加的簡便 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我解決了我臉部跟鼻子過敏的問題 所以現在出門就不需要再帶那些五花八門的藥物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呢 我自己當然也有挖掘到一些讓包包更加輕盈的tips 今天在這支影片中也會一起分享給大家 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選擇全部 我的外出包跟我的衣服都一樣是五彩色的款式 那這個包包它沒有什麼特別的啦 就是一個翻蓋式的包包 然後裡面有一個小小的口袋 那它的長高深是25x18x5公分 其實真的不大因為它蠻薄的 但很夠我現在使用 有時候包包買太大地方很容易在裡面塞一些很不必要的東西 先來介紹小口袋裡面的東西 有很重要的悠悠卡 還有我家的鑰匙 我家從上到下都只使用這個BB卡 我覺得這是我們家社區唯一個可以跨漿的地方 還有呢就是我現在戴牙套在使用的軟蠟 這個就是拿來貼一些會刮嘴巴的金屬小方塊 那這個軟蠟在外面不是一個很好取得的東西 最出門我一定會戴在身上 接下來口袋裡面最後一個東西就是 藍牙耳機 其實通常這個出門我都會把它刮在脖子上 只有比如說在吃飯或是會弄到其他東西的情況下 我才會把它收到包包裡面 接下來介紹包包的主要空間 只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錢包 這個錢包就是隨便的夜市隨便的路邊 才能看到的款式 就是方方扁扁的沒有任何的夾層 那大家可能會很好奇 為什麼我的錢包可以這麼的輕薄 第一個是因為我現在都使用髮票載具 第二個是我去超商都使用電子支付 第三個是我在使用RECHOT 我想很多朋友應該都有在使用這個數位銀行 這個數位銀行在江湖上有名稱叫做小白狗 那我平常在公司跟同事一起吃飯或是訂東西的時候 要轉賬給他們我都是使用RECHOT 操作非常的簡單非常的快速 就是少一個QR code錢就轉過去了 而且不需要扣手續費 也因為很方便 所以我錢包裡面基本上不會帶太多的鈔票跟銅板 然後卡片的部分呢 我只會放兩張卡片 這兩張卡片大家都有就是健保卡跟身份證 我沒有再帶銀行的卡片出門了 因為要提款的話也是可以使用RECHOT的無卡提款服務 我自己會這麼喜歡RECHOT的原因就是 他們是現在整合性最高的數位銀行 台外幣的貨存、訂存、繳費值、帳戶、投資等等 基本上你會用到的服務都可以在RECHOT上面完成 而且很重要的是身為一個APP的產品設計師 我非常非常非常在乎APP的設計 我可以發現小白狗的APP 真的是我目前使用過體驗最好的銀行 操作很流暢不會讓你找不到東西 通常要讓你找就不是一個很好的APP 所以如果現在有朋友要開戶或是辦理什麼銀行業務的話 我真的很推薦RECHOT 除了方便好用之外還可以減輕你包包的負擔 好第二個主要空間裡面的東西就是身為一個台灣人一定要帶的雨傘 我個人對雨傘的重量也是很講究的 因為每天都要帶嘛 我用的這支只有107克 就是要這麼近我們才會甘願每天都帶他出門 第三個呢就是衛生紙 另外補充一個我不一定每天都會帶出門的東西 就是牙刷跟牙膏 當天如果吃完飯不會馬上回家的話我就會帶著 最後啊我想要再跟他分享一個RECHOT很打動我的地方 就是現在你可以直接在APP裡面開立虛擬的紙帳戶 紙帳戶就是小茶罐 小茶罐分為萬用罐跟零錢罐 有不同的功能 萬用罐可以用在有某個目標儲蓄 例如你可以把生活費、存款、保險費、貸款 都個別設立一個罐子 它可以清楚呈現目標跟進度 讓你更有儲蓄的動力 另一個零錢罐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小珠鋪滿 以存零錢為主 一次只能存1-99元 好玩的是RECHOT把它設計得很像養成遊戲 裡面的RECHOT會隨著你存的錢越多、長得越大 比較特別的是你沒辦法即時看到目前存了多少錢 只能使用透開的功能才能知道 而且一個月只有兩次的機會哦 那麼零錢罐也不像萬用罐 可以隨時把錢轉回母帳戶 需要打破零錢罐才能知道存了多少錢 其實就真的是小珠鋪滿的概念 總而言之小茶罐可以讓你直接在APP裡面把錢分配好 一個APP就可以完成最基礎的理財管理 螢幕兩欄也不需要開多個戶頭 簡單又方便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想要減輕包包負擔的朋友們 不妨考慮看看整合性最高的RECHOT數位銀行 我會把相關資料放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欄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有任何問題還是有其他想要了解的主題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搶先收看最新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我的頻道 按讚рон 訂閱我的頻道 H